校园暴力猛如虎,湖北新生遭三同学围殴致死,校方、警方调查结果。 据了解8月29日上网,湖北王女士在微博发帖求助,她表示自己的弟弟在学校参加军训的时候,遭遇校园暴力不幸离世。 在当时王女士所发生的这一帖子,也是引得很多网友的高度重视和关注。 据了解弟弟王强在此前在寝室就曾遭到三个同学的殴打。 据王强家人表示,弟弟是在学校参加军训期间,被寝室三名同学围殴致死。 据了解王强年纪15岁是襄阳襄阳东京执教中心的高一新生,他也是满怀期待地步入了新的校园。 在20日去学校报道,但是没有想到才过了5天,家人就收到了老师来的电话,告知王强出了意外。